Hello大家好,我是Doblack 今天是2月3日,Day17 今天是星期四 真的很開心 明天就不用上學 又是有個教師轉休息日 的問題 明天就不用上學 今天就是禮拜最後一天 YES! 無論你多大都好,一有假期 人都很開心 今天第一課 就是Calculus 就是Calculus 我們繼續評論之前 已經學過的東西 那是你進去 開始搞Calculus之前 要確保你之前 所有已有知識,你是真的已有的 現在忘記了就沒什麼意思 所以他每天都跟我們溫解 今天第一個溫解就是 Geometry Geometry 其實有兩種 一種就是Volume 可能是給你一個圓柱 然後叫你計算Volume 很簡單 有些比較難 可能是說 有不同的方法可以令問題難了 因為他可能沒有給你高的 你要自己找高的 沒有給你高的 你要自己找高的 因爲少些Variable 因爲他不給你那麼多Variable 但總之 他也是差不多做法 所以其實不是太難 還有這個之後 教完這個之後 除了Volume之外 還有那些三個型的問題 那也是那些要用 Pythagoras Theorem Sine Law和Cosine Law 還有Trig Law Sine Cosentangent 那些又是更加簡單 那些我們一向在Pythagoras做的 那些是我很熟悉的 之後 最好笑的就是 因爲他也有兩條問題 一條是用Sine Law 一條是用Cosine Law 他就叫我們 你們三個人一組 出去白板裏做 我們就做做做做 很容易一分鐘做完Sine Law 一分鐘就再做完Cosine Law 做完之後就在那裡 看看旁邊的組 旁邊都是一堆聰明 兩個聰明人 在那裡覺得太簡單了 之後Cosine Law的題 他們就不想用Cosine 因為理論上 Cosine是120度 Cosine 120度 是能於-0.5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知道 之後他們就自騙在那裡 想嘗試深算計算了Cosine Law 一段時間都計算了 可能兩分幾三分鐘才計算完 但是就深算被他們計算了 OK 心想想 心想這麼有空 但之後最好笑的是什麼 最好笑的是他們幾個心算員 之後我再看我第二邊的那組 他們用計算機 三個人在那裡很賣頭苦 都還是做不到第一題 Sine Law的題 我心想 你搞什麼鬼啊老闆 真的 真的 有一點覺得他們有一點能力不計 不過 不要這麼快說人 讓他們出了一份TES的成績 再說他們 Anyway 之後呢 之後做完那題之後 他就給了一份Worksheet 做了九個字 之後他就說 好啦 要找到第二部分了 第二部分就是 Radical radical radical的意思是 基本上就是 下面有個 Square Root 那些他就要你找方法 弄走一個Square Root simplify 做了兩個例子之後 就說 OK 下課了 那我給你們一份Worksheet 那你們下課的時候 就麻煩交一份Worksheet 上網交Teams 就交 OK 那我就打算 因為我放了午餐之後 放了午餐之後 就來做下一份東西 嘩 真是發現懶惰 真的 好像傻了一樣 連最簡單的東西 那些 Square Root 其實究竟怎麼加呢 我也是完全忘記了怎麼加的 OK 我還在想 會不會 Square Root 2加Square Root 3 會不會是等於Square Root 5 OK 真的 我都不知道自己想什麼 總之是錯到嘔血了 之後弄了很久才 終於想明了這個Logic 之後才慢慢開始做到 弄了很久才弄了 可能想了15分鐘 才研究到做到第一題 之後就慢慢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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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好 午餐完的時候 剛剛好做完整份Worksheet 那今個禮拜沒有功課了 真的超開心 之後 那之後就是Media Design Media Design就是繼續在這裡說 What is Media? 所以我心想 我不是很理會 其實你可不可以開始教Illustrator 他就在那裡說 我們今年就會教Illustrator 會教Photoshop 會教Animes 可能會教After Effects和Premiere Pro 我心想 OK那麼久可不可以開始呢 真的 真的 豈有此理 不知道為什麼 拖技都不可以開始 不知道想怎樣 Anyway 之後 又在那裡 這次就給了一份 因為他有一份 assignment 就是叫你上網 找兩個example of media 一個就是 一個topic是very well represented 第二個就是not very well represented的topic 你要找一個例子 以後就回答一些問題 就是為什麼 你覺得這個Media有什麼做得好 他有什麼缺陷 為什麼你喜歡這個Media 說廢話 回答一下問題 就OK 因為他又在那裡說 如果你是做不完 就要回家做 那我就剛剛好 就是 100分就要下課 我就55分做完 就交完了 真的 真的好 又不用功課了 不過呢 今個星期 5-6天 都不是有空 因為要 要衝一下 CLC Careers 一個project 一科是 上網自己上 因為有空 每個星期三 都要交 那我就要衝一下那份 因為下個星期三 他又要人交一些東西 又要交 又要交 又要交一份journal 又要講一下你的project 這幾個星期做了什麼 我心想 其實就是什麼都沒有做的 所以就是 真是尷尬 所以現在要馬上衝一下 起碼也有些東西可以展示給他看 要不然 我真的 很難 很難 然後 又要抓我 豈有此理 真的 真的 不太知道他想要什麼 因為我 他說要 寫一份journal 他就說 我學了這三樣東西 之後他就說 你學了這三樣東西 其實我不太明白你學了什麼 可不可以再講細節一點 我心想 寫了出來 好 真假的 講了我學了什麼 你還是不明白的 那我也沒有辦法的 老闆 結果我 在那裡 生氣 我把那三行字 整理成為二百幾字 真是 以洩心頭之痕 真是很猛 昨晚 晚上11點的時候才看到 他在那裡這樣 說我 要立刻 不睡覺也要立刻 寫一篇東西給他 去交功課 Anyway 今天就是這樣 基本上就剩下 五、六天就在那裡沖這份 我相信應該做完這一部分 就是再加多一部分 就可以完成這個項目了 那我就可以 收工 不過就不可以跟他說收工 因為跟他說收工 他就會說你做得不夠多 所以就要自己其實是自己收工 不過就不跟他說我做了多少 然後就慢慢逐小逐小說 就說到他說 真是這個項目應該要完成為止 拖牆牆來做 那今天基本上就是這樣 一說就說了 因為明天就沒有 不用回歐河西 就不會出片 因為下一條片 也是下星期一的 那今天就是2月3日日17日 如果你喜歡看我這條片 記得點讚這條片 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先說到這裡 明天再見 拜拜